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录像 这个毫无疑问会选择降网飞一旁同吧 因为这个组合开团打辅助是一流的 然后5秒的话又有锅盘又有又能降嘲讽是不是 旁同也可以有个降嘲讽 1号位低调 然后2号位选择出来开车了 开个拿马 那有没有人跟他出来了一个 5号位不上车 6号位上不了车 然后因为我不上车嘛 我大概不是卫国 因为现在属于三个位了 他们是怕如果万一有多出一个位的话 呃 有可能卫国碾压嘛 而且本来卫国先手就有机会三打五了 前程大战士 何俱小集体 然后我故意嘲讽一下李典 说他快递了两个水果 这里还是要把涅盘 涅盘给按着 然后勾引他们 因为我们现在是烈士的话 烈士是 是不能打得这么自私的 然后你优势的话 就没有碾压的话 可以把这个早点亮盘捅吗 这样嘲讽嘛 是不是 然后我们刚才好像是不管是盟军也好 还是 盟军应该是出了比较多的桃子了 然后 卫国的话大概也有一半的桃子 两三个桃子嘛 所以这里我觉得杀潮比也问题不大 你肯定是杀潮比和李典嘛 因为你不知道曹操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自我于太子时他是有杀 可以双 一个可以双杀 还可以反剑的 所以魏国的桃子基本上给他榨干了 那他拖的话正常是有杀了 然后我们这里肯定是必赏的 因为你赏了之后他肯定要斧子要打你 那就可以把他的手上的牌给骗出来的时候 这种他是不可能不光的 那顺手吧 因为你拿拿满的话 万一在后面他可以拿到杀手 也没什么必要 这个是不能让他收的 因为是怕他过到台 因为我们这里肯定是要 这个是输人呢 是不是 好 这里是曹操是明的是一个草花沙 古古拿的一个草花沙 这里我觉得可以先 这里草花沙可以先过牌我觉得 因为你怕他手上有骨酒啊 是不是 反正你手上还有两个伤 你是不怕爪脚 所以这里应该打的有一点点瑕疵的 然后重铸呗 它重铸来重铸去 其实重铸不了什么好牌的我跟你说 来了一个无邪还好一点 挂个装备过来呗 丢一杀一闪一无邪 没有添过 没有添过 因为这里我们盟军被魏国打得很惨啊 所以你也不能说 哎 魏国就两个了 怎么仇位啊 怎么的 那你不要打先手啊 就任何师弟他都有机会先手三打五 那你既然选择打这个一个就是前期优势 那你还在那BB开团失败了 然后又BBA有大国了 有仇位了 又仇无了 这个真的是没必要 然后这个8号位摸牌阶段有一个 好像回合开始有个独条 然后他又 就这种玩家你真的是你搞不清他是什么身份的 因为他既然选择不亮了 他是蜀国他可以亮啊 他是个群雄他也可以亮啊 所以你是搞不清他是什么身份的 甚至他有可能是个五国把这个队友卖了是不是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种反正不亮的 然后又跳身份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蠢 因为这个人他肯定不是五国 那我也不能说肯定不是五国 大概率不是五国吧 然后我也不怕五国做大嘛 所以我就选择 尽量的简化局势吧 应该这么说 那你竟然前面跳了一个飞舞 那大桥肯定要揍你的 然后这个 这有亮墙就是又又很很莫名其妙 因为五星看不到红桃的概率有没有 是有的 但是十星看不到红桃的概率有没有也是有的 但是这个十星还看不到一个红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的低 我只能说非常非常的低是不是 就是他这个亮墙姿势肯定也是错的 老德打的也是真的是 我是觉得打的真的是莫名其妙 你先拆他一个手牌嘛 然后再挑衅他 你拆他手牌之后你是可以挑衅他的 他就一个武器了 挑衅如果不是香香的话 你跟九叉下去他就挂球了 是不是 那咱们神兮过吧 这里是不能让他开无中的 万一能过出什么奇奇怪怪的盘 去 的 你 我觉得这边可以 如果为了空城 然后为了能 空城吗 然后我又可以把我的乐给光出来的话 他是可以当 当铁灯 大桥香 因为这个曹操附近 大概 不说大概 就是一个卖水流 有点打嗝了 那就是一个卖水流 那他是一个卖水流 你去连他 那可能不达好 因为曹操掉了血之后 孙三香是可以跟他睡的 如果他是个雄域 是个国家 国家应该不大可能 应该是个雄域了 那其实也是比较难受的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 单铁做一个大桥 你看 饭吃 吃得点宝格感觉 刚才应该打宝格吗 他这个 这里我不知道 他那个光星 就是远交的牌 是不是这个姜维 他已经看过了 因为斧子 其实对曹操而言 也比较关键 斧子可以砸他嘛 当然如果他自己 如果是光星 光到他的手牌 不是桃子的话 就是就可以下他的一个斧子了 是不是 小小娃娃 如秀未干 饼中针之志 然后他既然有个雄域了 那咱们这个桃子是 可能 可能吃不了啊 因为你没有Q点 没有K点这种大牌的话 你肯定是不吃这个桃子 是不是 那也没必要给他一个守城 这里可挑可不挑吧 不挑嘛 那 可能说 卡他一个截命 但是你下一 下一把挑的话 就破不了他的一个防御了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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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挑不了其他的牌了 这里可以杀的是 因为我们这边有个Q点 到时候可以坑他一个截命 驱虎截命嘛 此乃驱虎通郎之志 并忠贞之志 首千万之志 杀 那杀不动 那你可以投降 因为这个五行的话 正常是可以摸到杀的 然后一条性 现在挺精彩的 主要是一个 主要是一个 这个卫国其实 还是可以嘛 因为有先 先手 开AOE的一个卫国 其实强度还是挺高的 还有个曹匹 是不是 那这把 这把 会有点印象 MVP也是我 但挺有意思的 局在于 看吧 他杀我了 他杀我了 再杀我 三杀我 那我肯定是要亮的 是不是 那我们可以先借到 是不是 然后打到一个队友 然后我 我是一直在喷他 我说 你你盲剧我 我怕 我喷的不是你盲剧我 喷的是你不手量盲剧我 或许你这连弩是裸摸到的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 他是不是又又觉得自己一个桃子 不舍得狙虎呢 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呢 所以这个这个东西我不清楚 但是你 你你不手量 我我被你打成A学了 我不可能说 我不手量才 揍你呗 那你刚好 我是卫国嘛 我是别的势力 我肯定要给你 给你往死里打 是不是 然后这个人就很兜了 他说你卫国 我我说卫国 为什么 我是不是跟他说了 那不对 他他是说 说国家 他说卫国蛮四血 能蛮剧到啥 我说 难道你蛮剧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支笔吗 那这里 这里哦 我说句不好听的 我这里就两个 如果我们就两个卫国的话 我们二打六 我们是不是必输 只是说这一把运气真的很好 你刚好是一个大卫开团 而且都是算是主流的吧 郭家草 郭家草皮巡运嘛 对他们他们不知道蛮剧撤 你蛮剧到队友三血队友之后你 你最后要干嘛 换人党 首先你有 这个换人党 我觉得这个很很逗的在于 你有什么资格换人党 你有什么牌去换人党 你 比如说你一个摸牌白 你去 你可能一单单前的回合 如果你没有强手量的话 你可能就只要出一张杀 杀过了 忙到队友了 就就没收益了 就过了 那到你到你队友回合嘛 那就就变成了你们二打六了 是不是 那我 我这边肯定是不得要去的 这把最有 挺有意思的 也就是 司马 桃红 带个白银 那我们怎么好好玩 那手快了 这个真的是手快了 银 拿雪砸他呗 老天不住我原家 老先喝酒 酒刷这个 底部 然后开桃圆 开南蛮 你为什么要开拿马啊 然后先吃几吧 我已经吃过几了 然后可以换武器 也可以不换 因为开拿马是稳定收益的 撕马可以让我回低血 到时候他就可以把白眼给传回来 然后这个国家寻遇 是四排的一个收益 曹批还可以翻一个人 所以我们这边是稳壮不赔的一个生意 这把能赢不是因为国家寻遇盲居了 是因为我们有四个卫国 如果说我们只有两个卫国 他盲居到我 我在暴露他 我们两个人能够打定吗 很简单 这个游戏我们给输了 这是打的是什么鬼啊 直接教他做人双线电击 看这个白眼王的事真的是爽啊 那本期这个视频嘛 就录到这里吧 最后就谢谢大家 再见